大家好,又到我們講完創的第二季 節目開始之前,大家喜歡這段影片,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們TCM Toy Channel 最緊要 我們這次打破了愛紀錄 什麼紀錄? 一年很多集,還要每天播放 觀眾最緊要,不要今天看完明天以為無料到 看到最後一集之後,就到我們玩具收藏家范壽展的抽資制 今集當然有我們的嘉賓兼甲系之後的客席主持 沒錯 就是Joseph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對你都應該很認識 不如我直接說,這次有什麼作品 上次帶了一隻Prototype來,就是King Joe 這次已經出了一個朗膠版 希望我們可以說得及,就在這個活動中出售 就是元谷系列,King Joe 應該是其中一個最新的產品 我想鹹膽的朋友或喜歡元谷的芭樂 應該一點也不會陌生 好好細緻 你們的出品是一貫的細緻 希望大家都喜歡,做到更多細緻 然後呢? 原曲的產品,除了一些比較熱滿或多人認識的 例如 King Joe 、巴勒坦之外 其實我都比較興趣做一些比較冷滿的角色 這款你也很夠膽 你是不是 Omen 點你? 我比較喜歡一些冷滿角色 Omen 很喜歡這個角色 他也有點奇怪 有一次我交收了一本珍寶A的畫冊 他打電話給我 你那本畫冊?我需要拿些資料 他問問原來他是想出唐家公仔 這個就是珍寶A裡面的角色 他的樣子很像鹹蛋超人 在珍寶A裡面的設定 類似一個鹹蛋超人的外星人 他是一個宗的角色 不是很多人認識 他就叫做 Emeral 星人 即是陸寶石星人 如果照義譯的話 這就是第一個陸寶石星人 他跟主角拉花直樹 以及飛機結合了 變成了珍寶A 之後有其他的同伴 後來也有出來幫珍寶A打其他怪獸 這是一個版本 還未做好 做到一件事就是想 粒頭 沒錯 就是好像 粒頭公仔 超和年代的粒頭公仔 我們經常說的超和味就是這些 可以做一個超和味 裡面有一個皮套演員 這個演員沒有參考過蠟花直樹的樣子嗎 沒有 皮套演員是比較原創的 之後會有其他的超人作品 有一部份都會用這個樣子 是皮套演員 因為珍寶A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變身之後 在裡面駕駛珍寶A 對 珍寶A是機械人 不是變身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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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的珍寶A 很特別 遲些人會和你聊一下珍寶A 一定要聊 沒錯 好 接著呢 另外有一些原創的作品 這個就是《老庭人魚》 《老庭人魚》 是原創作品 對 因為很多外面的日本玩具品牌 也推出很多日本妖怪作品 我們也可以推出一些 中國特色或香港特色的妖怪 《老庭》是一個香港版的人魚 在《大嶼山》裏面有一隻妖怪 好像有一個傳說庫 對 還有傳說庫 還有參考了《山海經》裏面的一些妖怪造型 這樣做 很特別 很紮實的 你的雕工 每次你的作品都很標準 希望有一個標準 大家會拍得我的作品 好 接著呢 這兩隻呢 這兩隻是和外國品牌合作的一個Crossover 頭部就是我早期的作品 一些西洋的妖怪 有科學怪 對 科學怪 新是和美國品牌的Splurt 我和它合作 會出類似一系列的Crossover 用我PlanX的頭 加上Splurt 這是暫時的數體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我會出的時候是一個上色版本 很棒 很棒 透過你的作品 其實想帶些什麼訊息給大家 希望大家有得玩 玩得開心 我的產品希望做得好 大家喜歡 價錢不太貴 大家有得玩 有得開心 對 玩具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下一集 Joseph會是我們的客席主持 我會消失的 你不小心 鏡頭在後面 督促著我們怎樣拍攝 因為後面有很多設計 等待中 我很興奮 希望第二季大家都喜歡看 大家觀眾朋友 要留意 不是一天假的 明天繼續收看 不要走開 下集見 沒錯 拜拜 明星期待 明星期待 明星期待